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亚裔正义促进会会长张杨表示 如今美国社会在疫情和黑命贵运动的双重发酵下 白人智商主义日益壮大 一些美国政客也趁此机会发表带有歧视性的言论 以此煽动民意 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29周内 已经发生超过2700多起仇恨犯罪事件 而这其中又有超过56%的案件发生在加州和纽约州 与会专家对这种仇恨势力何时能够消散 以及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 抵喜喜喜喜内的影响 we do not expect a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the election and our lesson here is from 9-11 when you look at what happened and we lost 3000 American lives in 2001 and yet Muslim Arab South Asian and Sikh communities experienced a backlash more than 10 years some of which continues to be with us today 同于恨犯罪和恨犯状况 和同时的政策 在目标和判断这些社会 我们在210,000人的犯罪 所以我们认为 这些犯罪会在我们最少一年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EMS自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 一直关注疫情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特别是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影响 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 从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谈到存在于美国社会的众多顽疾 希望借此让更多族裔的民众了解现状 并能为未来的改变做出努力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